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0月10日 比利时硬闯意大利 2020-21赛季欧国联冀战将会在周日晚上进行 意大利将会在都陵安联竞技场迎战比利时 双方各自顶着王者头衔会面 一边是新科欧国杯冠军 另一边则是近年一直霸占FIFA排名的世界第一 按道理应该是一场举世瞩目之争 可惜欧国联冀军并没有实质性奖励 估计双方也不会全力以赴 在不明朗因素较多的情况下 暂时难以推测谁有更大胜算 也许法定时间打合 要通过12码大战才能决出胜负 自从欧国杯登顶之后 意大利并没有延续王者气势 世界杯外围赛分组赛里面 他们先后与保加利亚以及瑞士打合 好彩后来通过狂胜若履立陶宛挽回颜面 继续稳坐分组领跑位置 不过遇上真正有实力的对手 即上战欧国联准决赛的西班牙 意大利就显得惊慌失措 半场就落后给此前欧国杯手下败将二球 最不利就是经验丰富的中坚里安纳杜 帮路斯海染红离场 此一对阵比利时被罚作波剑 长时间人数劣势下作战 结果被挡在决赛门外乃意料之中 无缘争夺同一年度内的另一项 正是比赛冠军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要知道 这是文仙尼执教意大利以来所经历的第三场败仗 上一次输播 已经要追溯到2018年欧国联分组赛对阵图桃牙 长达1192天 37场各项赛事不败 无疑是足球史上的壮举 言归正传 我们不知道到底意大利能否马上重整旗鼓 不过可以预料他们此前二次遇到比利时都能攻入二球获胜 分别是上届欧国杯分组赛 以及今年夏天欧国杯的半准决赛 名副其实是对方的K星 另外值得留意 文仙尼执教意大利以来逃二次失利紧接着的比赛 都是合局 按趋势来预测 此意面对实力不俗的比利时就算未能马上重返胜轨 相信意大利凭借心理优势在法定时间内可立于不败之地 另一边乡 FIFA世界排名第一的比利时近年来一直给人印象欺软怕硬 自从阿尔马天尼斯担任国家队主帅以来 球队仅仅输过六场 其余时候和波场次仅占少数 但要注意 阿尔马天尼斯此前职教时的败仗败西班牙 法国 瑞士英格兰 以及意大利所赐 都是实力相当顶尖的队伍 而且部分是关键比赛 例如今下欧国杯半准决赛以及上届世界杯准决赛 考虑到眼前这场欧国联系军战实际意义不大 比利时究竟何以应对 暂时难以估量 从近期表现来看 比利时在世界杯外围赛分组赛与实力档次明显低过自己的对手交锋时保持连战连结 核心射手罗美路 卢卡古欧国杯之后出战的三场各项赛事入球效率有保证近三次出战入四球 相信意大利会对这位今下攻破过自己大门的顶级前锋格外提防 然而在强敌面前比利时暴露出防守短板上仗与法国的激战下半场连失三球便是力政 也许值得期待的是比利时此番战役会比意大利更浓 毕竟过去二次交锋都是在欧国杯吞下败仗前者复仇战役甚高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